视频中出现的巨型炸弹的投掷画面 美俄中超级炸弹的竞争差距缩小 德国世界报6日称 继美俄之后 中国也测试了自己的超级炸弹 这种超级炸弹 被称为中国版炸弹之母 近日中国军工企业发布的一段武器测试视频 引起了外媒的胡乱猜测报道称 这段视频显示一枚超级炸弹 被投在草地上 然后产生巨大的火球和黑烟 这颗炸弹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中国轰6H轰炸机的弹舱 都只能融下一枚 德国莱因邮报称 这是中国测试的威力最强大的 飞核炸弹报道认为 中国版炸弹之母 可能是美国炸弹之母的复制品 2003年 美国为伊拉克战争 开发了超级炸弹技BU-43B 这就是俗称的炸弹之母 由于它的威力实在太大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用武之地 直到2017年4月 美军还在阿富汗投下一枚炸弹之母 摧毁了伊斯兰国的地下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时对此表示感到自豪 炸弹落地后的爆炸效果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古日称美军的炸弹之母长9米 属于温压炸弹依靠冲击波 而非金属碎片来造成伤害 它也是美军武器库中最强大的常规武器 2007年 俄罗斯宣布测试了一种威力更大的炸弹之父 爆炸当量高达44吨TNT炸药 是美国炸弹之母威力的四倍德国新闻电视台称 中国军事科技又迈出一大步 中国复制西方武器的时代 已经远期报道称 中国的超级炸弹 比美国既BU-43B更小重量 也更轻擦可以装在于轰溜废的武器舱内 而美国炸弹之母过于庞大 只能用运输机送到目标区域 空头 对于中国这种新武器的目的外界 更是猜测不断 英国每日快报六日程 这是中国向美国发出的军事警报 炸弹之母足以摧毁美国的防御侵目